在一个普通人和平均工资的世界里 我们许多人都渴望加入七位数俱乐部 谁不梦想着变得富有 这样他们就可以停止工作 尽情购物 享受无尽的假期 然而 大多数富人不做这些事情 这是他们如何建立和保持他们的财富的一部分 挥霍无度的生活 即使是富人的银行账户也会很快被挥霍一空 和追求长期的经济独立和财富是有区别的 白手起家的富人不一定比其他人更聪明 但他们掌握了一些重要的原则 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并保持领先 最重要的是 他们把积累财富视为一种可以学习的技能 而这也是你可以学习的技能 所以 如果你想加入超级富豪的行列 试试磨练这十个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看看财务自由到底是什么感觉 一 拥有财务增长的心态 富人在思考商业问题和寻找不同的赚钱方式时 非常有创造力 超级成功人士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他们培养了一种财务增长的心态 这种心态会改变你看待金钱的方式 帮助你专注于发现有利可图的机会 这种心态帮助成功和富有的人相信 总有更大更好的项目要做 总有更多的钱可以赚 他们乐于探索新想法 他们相信自己总是有能力做出改变 创造积极的结果 二 与其他成功人士建立联系 富人明白与其他成功人士在一起的重要性 富人会花时间与那些富有但有动力 有才能 最重要的是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人交往 富人每个月都要花时间在会议 活动和聚会上结识之同道合的人 或者只是和有趣的人一起喝杯咖啡或喝杯饮料 这是明智的时间投资 因为它使他们的思想集中在成功 并帮助他们遇到新的人 谁有新鲜和发人深省的想法 这样做还可以帮助富人在他们的联系人列表中填上相关和有影响力的人 这些人可能会帮助他们反之亦然 三 走出你的舒适区 富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明白 成功只属于那些接受一点不舒服的人 他们明白真正提高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超越自己的极限 如果你想变得富有 你需要点燃你的创意火花 想出独特的商业点子 然后冒险意识 财富和成功并非来自朝九晚五的安稳工作 他们来自于你内在的力量 来自于你对远大梦想的追求 为了取得最终的成功 所有成功的商业领袖 梦想家和游戏规则改变者都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舒适区 那些将被载入实测的人有勇气面对他们的恐惧 并向为之迈出第一步 四 创造多种收入流 你的钱越多 赚更多的钱就越容易 要想赚更多的钱 最简单 最快的方法就是拥有多个收入流 这样一来 你总是有钱进来 可以用多余的收入投资于新的收入流 简而言之 这是富人保持富有的主要方式 收入有两种基本形式 主动收入 及你为挣到的钱而工作 被动收入 及你的收入与工作时间没有直接联系 被动收入包括出租房产 股息股 直输基金 写书或开发应用程序 所有这些都将带来稳定的销售收入或摆设收入 五 投资 富人让他们的钱为他们工作 他们知道投资是他们财务增长的关键 虽然位与筹谋很重要 但你的投资将会帮你成为富人 节约意味着把钱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直到你想检索它 但是大多数储蓄账户不产生高利息 这堆钱基本上保持静态 它不会超出你添加生长 但聪明的投资会给你健康的回报 你可以投资 当你在某件事情上投资时 你也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所以你永远不会想要投资超过你所能承受的损失 六 计算所要承担的风险 富人不会在重大财务决策上压住 他们尽其所能降低风险 他们进行研究和分析 并确定哪些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财务需求和商业欲望 他们权衡利弊 然后计算风险 他们通过问自己 这会让我更接近我的目标吗 他们避免无谓的风险 而这些风险对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好处 而且在钱的问题上从不采取傲慢的态度 七 专注于自我提高 有钱人通常都是狂热的读者 但你不会在他们的书柜里发现很多 没有头脑的海滩小说 富人明白自我教育的重要性 并推动自己在各方面变得更好 事实上 如果你看看他们床边堆着的书 你会发现大多数都是关于自我完善的书 85%的富人每月阅读两本或两本以上的自我完善书籍 只有11%的人是为了娱乐而阅读 而穷人中这一比例为79% 高达94%的富人阅读新闻出版物 而非富人的这一比例仅为11% 八 从来没有完全退休 超级富豪当然有足够的钱不在工作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在工作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而且往往已过了70岁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 事实上 他们可能正在享受他们应得的假期 享受灵活的日程安排 但许多富人从未完全退休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 而是因为他们喜欢他们所做的 许多人的内心都是企业家 他们对经营和发展企业的渴望从未离开过他们 工作的稳定性 以及工作带给他们的使命感和成就感 是他们整体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作给他们一种持续不断的成功感和目标 让他们保持专注 更不用说他让钱滚滚而来 九 避免过度消费 当不富裕的人梦想着无忧无虑的花钱 买豪车 大房子和昂贵的衣服时 富人明白 你花的钱越多 你拥有的就越少 如果有钱人过度消费 他们的财富维持不了多久 不管你挣多少钱 如果你花的比挣得多 你就永远贫穷 富人意识到 你花的越少 你的财富就会增长得越多 记住 接减是与你的收入相关的富人 可能比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花的更多 但相对而言 富人倾向于节减 他们确保自己不会超值 时 花时间反思 许多白手起家的富人 每天都花时间集中思考 花30分钟或更多 待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 让他们有时间反思自己的生活和目标 思考自己的健康和人际关系 考虑自己的职业和财务目标 分析自己目前的状况和想要达到的目标 批判性思维时间对于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和考虑可能发生的变化 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是专注于自我完善和通过想法工作的时间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写日记或写作来帮助他们想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和想法 只要确保你把时间花在有成效的思考上 不要把你的精力浪费在沉思或消极的想法上 这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